那么刚才我们读取图片文件的时候 有几个同学遇到这样问题了 你在建立文件队列 然后去读取 读取器读取 解码器解码 然后你设置形状什么读出来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 要注意了 这些整个过程并不是你主线能去做的 也就是说Tensive Law 它既然设计好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读取数据 跟我们的主线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是分开 是目的是为了干这个事情 那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有同学就经常把这个忘了 比如说这里忘了 对吧 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同样的 是不是就直接运行 我既然读取出来了 对吧 我返回Image Bench 打印这个Image Bench 但是这能打印出来吗 不能打印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一套东西 就我们这一套所讲的东西 是不是都是为了什么给紫线程去做的 能理解吧 这一套东西只有紫线程能去做 比如说必须得通过 Start Queen Runners 启动它去做 能理解吧 你不启动它 你这个任务是进行不了的 能理解吧 也就是它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很方便的机制了 对吧 你不用再说我自己还要去再运行一下 再去训练 那跟这个读取 同步的读取不一样了吗 所以要注意到 注意到这个地方 一定要记着 你去读取文件 一定要开启现成小标器 开启文件的现成 好 那么接着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文件 这个傲进制文件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是一样 对这个傲进制文件进行读取 同样目的还是为了把这里面的东西 读取出来一个张量 还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搞的 把这个地方弄一个类啊 弄一个类去设计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里呢 设计一个类 cfr 干read 比方说叫干read 那么我这个地方 我可以定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定一个方法叫read and decode 我就让它读取二进制文件 解码成这样一个张量 我把它返回出来 然后呢 我还有其他的一个东西 为了跟我们等下 等下这个什么 tf records 这样一个文件 cord tf records 为了跟它结合起来一起用 因为这也是一种文件格式吧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读取了之后再存到这里面 然后再读它 是不是把这个整个一块去交了 对吧 那所以我们这地方呢 就先是这个类 比如说这个类呢 就叫cf reader 那既然是类的话 它应该有一些方法和一些属性嘛 对吧 比如说我们定一些属性 这个属性呢 你是可以自己去定义的 对吧 还有 比如说一些方法 那么这个属性呢 比如我们每张图片的这个长宽 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属性嘛 比如说每张图片 它到底就是彩色图片 还是一个黑白图片 是不是也可以啊 当作是属性嘛 然后呢 你的什么文件的对列 文件的列表 是不是我可以把它放到这里 然后在方法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单独读取我这个文件的对列了 对吧 读取文件列表 组成一个对列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先完成什么呢 读取二进制文件 转换成粘量 就这一件事情 跟我们刚才读取文件 读取图片文件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 我们就把这一段呢 先注释起来 直接注释到下面吧 注释到这个地方 或者说直接再定一个类吧 再定一个类 我在这里定一个 比如说叫CR CLSS Class CFAR Read 好 那我定义这个类呢 我集成Object 好 那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写一下这个类的注释是干嘛的 完成 对吧 完成 读取二进制文件 完成 读取二进制文件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读取好之后转回张量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 对吧 比如说写进 什么TF Record 这个等我们再说 对吧 然后再读取 TF Record 好 比方说我们这个类呢 完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好 那接着 首先我们定一下刚刚 init 我们先pass 接着我再定一个函数 叫 比如说叫read and decode 那这个意思呢 就说我定一个函数了 这个函数完成什么任务呢 就去读取刚才的奥进制文件 这个CFA啊 然后呢 把它转回成张量 对吧 我就用这个函数去完成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先写了pass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设计一下 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也要得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 二进制文件对应的目录 这些文件是不是要找到 找到之后干嘛呀 哎 我要把这个构造一个文件的 什么 是不是也一个文件的列表 放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吗 那这里我可以把文件列表啊 单做实力化的 这样一个初始化属性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比如说我在这里 对吧 这个是你设计 自己设计的问题 对吧 你可以各种方法去做 当我初始化 这样一个类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把fear list 传进去 可以吧 传进去之后 我在这里 是不是在unit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属性 对吧 好 我们比如说就叫fear list list 好 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定一个属性 接受到 好 那我 定义 这个什么文件的 这样一个列表 好 那我这里就是cl 比如说叫fear list 等于我们的fear list 可以吧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cl fa实力化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个属性了 我们先不实力化 对吧 实力化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属性了 那么 接着我们还先来做这件事情 把这里 是不是替换成我们现在的数据不落 对吧 好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再复杂一点 把这个地方 我们用命令行参数去替代 可以吧 好 我在这里改成命令行参数 在这里做就行了 在这里定义 定义 cifar的数据目录等命令行参数 参数 好 那么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定义几个键吧 对吧 tf.app.flux.define 那么我们的目录是一个string连行 对吧 string连行 好 那我取个名字叫cifar-dr 是不是我们的数据目录啊 那我们就写一下这里 data下面的cifar-10 下面的这个目录 这个注意的是解码之后的 这个我们先不管 我们把它删掉 这是我们解码之后的 是不是要指定这个目录吧 好 那我们要给它一个值 单前目录下 data目录下 crfar-10 下面 好 那我把这一步也拿过来 crfar-10 -bench btch-es 然后干B 是不是这个目录啊 好 那我们写一下解释对吧 这个是数据的目录 文件的目录吧 文件的目录 好 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通过 某个flux点 什么 crfar是不是就可以获取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在这里 电一个flux app.flux点 大写的flux 这个我们直接呢 用一个 变量接收一下flux 我是不是通过 获取flux点 cfar-10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就可以 flux点cfad 是吧 点 好 那我列举的文件 那么这里面文件是你都要要的吗 不是吧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只要这里面的并文件吗 对吧 当然我把这里的改成了这个 我们就先不考虑测试文件 先考虑这个文件 是不是那我这个地方 在读取的时候 那组 跟你的文件名 跟你的路径组合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用这个吧 在这里 表 那这个表面并不是我们所有的都要要吧 那我们怎么过滤啊 怎么过滤啊 是不是要判断一下 过滤一下吧 只有这个什么 它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看下标 后织名就行了吧 后织名是什么 是不是只要是后面是病的 是不是我都可以保留 是不是可以啊 那我后面 是不是要列表表当事后面再加一个碰断吗 好 如果怎么碰的 Fill 注意了是Fill 是不是每一个文件吗 每一个文件怎么碰的 摁的位置对吧 但我也可以更方便一点 怎么我直接切片 可不可以啊 从最后一位到前面 这三位应该是怎么 应该是从几到几 从几到几 啊 负一到负四吗 是这样是吗 是负几 负三就行了吧 这就可以了 哎 我们只要判断 负三到最后 其实你不用再加负一了 你直接到最后就行了 那所以这地方应该切出来是什么 是不是病啊 对吧 只要特里切出来是txt 这里这个是tml 这是ioma 所以这地方 只要这个值我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病 是吧 我就把这个Fill内里面 只要是以病结尾的这个数据都拿过来了吧 能提醒啊 这个地方的切片要注意的啊 从负三到这里 好 保留好之后 是不是给他 然后给他呀 是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是不是去做读取了吧 接着我们就可以return 先return now 对吧 先return now 好 那么接下来读取傲进制文件的流程 跟我们的流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吧 那我们再重新写一下就行了啊 第一步干嘛 构造文件对列吧 对列 第二步干嘛 构造文件 傲进制文件读取器吧 傲进制文件读取器 这些步骤你都必须得背下来 对吧 读取器 然后干嘛 是不是read的读取吧 读取内容 好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第三步 一般先第三步紧接着就是解码吧 来解码内容 解码内容 好 那首先先把这几步先做好 对吧 那构造文件对列 tf.train.stream.stream.producer 是不是把我们的哪个传记来 cf.f.f.list的传记来吧 哎 self.f.list 好 传进去之后 来返回一个 f.f.qo.e.u.e. 这时候有文件对列吧 那接着我们构造 二进制文件的 二进制文件的 这样一个阅读取器 读取器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直接复制 是不是这一端了吗 fix a lens的record reader 好 构造这个阅读器 那么传进去的是什么 这个东西 每个图片或者每个样本的字节数吧 所以数据的字节数吧 哎 字节数 那我们这个地方 应该是多少 一共 每个样本一共 3072加1数字3073 当然 我这里就不写3073了 对吧 我直接呢 构造一些 比如说我单前这个呢 我的任务属性 它的长框啊 通道数啊等等 是不是可以定义一下 可不可以啊 我当做属性定义 也可以吧 好 那我定义读取的这个图片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这个它的长 那比如说它的这个head hei 接取t等于点多少 我们是不是三招啊 对吧 然后呢 self.width 它的框多少 也是三招吧 是不是三招 请三招 我再定一个通道数 通道数就用channel啊 渠道的意思 channel 接取a nn1 等于 3 那是不是这定义好了 你这个东西吧 然后我这里3073怎么来 是不是我可以用这个相成就行了吧 对吧 相成或者再加一个 哎 这个 那我们就分开 比如说你的 标签 每一张图片的标签占几位 标签值降几位 一个比特吧 好 那你每个图片的 是不是3072啊 image guide byts 比如说一张图片 占多少字节吧 好 我们这写下 存储的 自己 就是傲进制文件的 傲进制文件的 每张图片的 自己 是不是你的标签只有一个字节啊 你的图片有多少 是不是 self点 点 hate 乘以什么 self点 wise 乘以 self点 channel 所以这样的话 就得出多少 3072吧 最后我是总的字节数 对吧 比如说self点 这个biz 直接说 他一个图片 占了多少字节啊 是不是 这两个相加就行了吗 3073的字节吧 self点 label 当然你可以不用这么麻烦的写啊 你可以直接用数字了 3073 加上30 3072 加上1 image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就知道了 我每张图片 占多少字节了吧 比如说一行 对吧 他默认都是存着一行的 所以这里写上self点 by 此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返回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reader 是不是一个reader 好 那么接着我要让这个reader干嘛 reader点 reader 是不是读取我们的文件对列了 好 对列 不要 那默认 放为key value 这个value应该是什么 读取的应该是你的这个二进制里面的一行的数据吧 是不是一个样本啊 那我们就先打印这个东西来看一下 打印我们的value 好 我们这就直接运行 这里呢 何一行啊 类里面的这个函数呢 隔一行 这里隔两行 好 那我们在这里 反这里呢 我们实力化一下就行了 直接我们比如说取啊 cr 或者cf就行 cf.1crreader list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先不打印对吧 注意了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还需要啊 必须都必须需要的啊 那然后在这里打印内容 好 那我们先运行一下 我们没有调用这个方法啊 read and decode没有调用对吧 我们在这里调用一下 是不是 cf.read and decode 然后呢 参注没有 返回这有没有 好 那我们直接调用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答应出来啊 但是我们说了 从任何文件解码 直接读取出来 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吧 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对吧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进行解码啊 这步骤呢 都是跟着的 对吧 但是注意了 这里是傲进制对吧 这里是傲进制的解码了 跟前面不一样了 傲进制文件内容的解码 前面是什么 csv 还有图片 对吧 那这里傲进制 那我们来看一下 搭配使用的是什么呢 这里有个叫decode decode row 这个肉就是将字节 转换成一个数字的向量表属 能力解码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指示传的就是你的字节吧 你读取了哪些数 是不是读取出来啊 然后art type 就是你输出的这个类型 是不是要指定啊 这个输出类型啊 我们一般都会按照读品 读取图片一样 默认多是什么 用印的8读出来的吧 对吧 那所以我们这地方一般呢 读取出来啊 都以用印的8先提供 能力解码啊 都以用印的8提供 然后这里面这些参数都不用管了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tf.decode 的 Raw 好 那这里decode的 decode的哪一个 decode的value吧 decode的value decode的什么类型 我们的uint8类型 那这里解码成 uint8类型啊 那我返回的是什么 比如说一个值 那这个值里面包含了你这张图片的什么 标签和你这张图片的特征值吧 是吧 这两个都是包含的啊 label g image 我们就以这个命名了 好 打印一下 label g image label image 好 我们来打印一下 看一下 读取出来 出来 它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格式啊 是不是一个意味着形状 然后一个问号 但是它的长度是不是也没固定吗 然后这个地方uint8 啊 uint8 是不是 解码成运行 那我们这个地方注意到 这个数据啊 是你的什么 是你的label和image在一起的吧 那是不是我们要进行把label和image分开了再去处理啊 是不是啊 图片是图片嘛 图片是图片的内容 图片是图片的标签吧 这两个东西要分开 一般我们都会提供给别人是不是一个特征值 就每张图片 多少个图片 每张图片特征值 然后对应的是不是这张图片的目标值啊 一般都这样去提供 对吧 所以我们呢 接下来还有多一些处理的 对吧 就看你数据格式 处理一下 对吧 比如说第四步 处理图片和标签 或者说分割出图片和标签出去 标签出去 那你就啊 好这个是分割出图片和标签出去 这一般的就是特征值和目标值 当然你可以不用去处理 你也可以直接用批处理啊 把形状定一下 直接批处理 可以吧 另一般我们把标签和图片拿出来啊 那这地方分割 那应该怎么做呀 怎么做呀 前一个是什么呀 是不是你的标签值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据组成应该是一个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一位的形状吧 那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是一行吧 是不是一行 然后第一个数据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图片的标签值吧 后多少 后3072个3072是不是都是什么特征值吧 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把特征值和目标值分开 那怎么分开 默认这里读取的enable image 是不是一张图片啊 哎 那得好办 那一张图片或者说这个字结束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把它分开怎么分开 其实你可以直接enable image里面的第0个 是不是 enable 可以不可以啊 也可以对吧 当然我们这里也可以使用一些切片 或者说吞色的一些切片操作 那我们这也讲一个这个叫slice的这样一个东西 是不是在python当中也有slice一个东西吧 import一下concertflow stf 好 那么假如说你现在定义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交互式的这个规划 也导入进来 好 假如说你现在存储对吧 是一个一位的 然后呢 第一个数据是什么 是你的标签值吧 是不是标签值啊 比如说这里你的类别是第9个类别 第10个类别啊 然后呢 接下来后面几个都是 比如说你的像素值对吧 像素值 45 29 是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够的好 前面一个是标签值 后面都是你的图片的特征值吧 好 那接着我可以使用一个叫slice的 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怎么签的呢 就是你给哪一个签 签的时候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结尾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啊 是不是从零开始就行了吧 我们如果把标签切出来 是不是第一个是标签吧 刚说了我们这个数据怎么组成 是不是第一个是标签 后面才是特征值吧 所以我们要把第一个切出来 这里把标签切出来 然后到哪个地方结尾 是不是第一个结尾啊 注意了这里面都是装到列表里面 好 我们直接把这个结果拿返回 那是不是第一个数据啊 那如果我想把这个特征值拿出来 是不是从第一个位置切 切到最后一位置啊 这个我们最后一个都多少个啊 第四个吧 对吧 切到第四个啊 那我们拿出来 是不是23452910 是不是都拿出来了啊 所以我们的label image 就是类似于这个a吧 是不是类似于a 那我们肯定是要把标签值 每个图片的标签值和特征值 拿出来单独拿出来 对吧 所以我们接着来分割一下 首先分割标签值 比较简单 tf.slice 好 我分割从哪里开始 从给哪一个分割 是不是label image分割 从哪一个地方开始 从零位置开始吧 是不是从零位置开始 label image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一维的 是不是一个一维的 一维的怎么排的 一维的占量怎么排的 是不是就是相片表一样的 我们说了 它的数据存储什么格式 是不是第一个标签值 后面3072 是不是都是特征值吧 那所以我们存储是不是就这种一个列表 然后装第一个标签 然后后面这个 所以我们目的干嘛 是不是把标签和特征值切出来吧 所以这地方对吧 切出特征值和目标值 那所以label image是一个长度为3073的吧 但现在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固定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你默认是不是读取这么多字节 这个是多少 3073吧 你读取出来 但是这里的形状没有固定 那所以我们从零切到我们的 比如说切到我们的label bias大小 是不是切一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label bias大小 从零切到一方 好 那接下来我要把这个image也给切出来 image等于 等于 tf.slice 把我们的label image从哪里开始啊 是不是从self.label bias开始 一直到多少结束啊 是不是到最后3072吧 对吧 所以我们直接输入self.image bias 好 那这个label 这个image是不是就拿出来了 当然拿出来 那这有些类型 如果label 我们先把label和image先打印出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print一下我们的label和我们的image 好 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看到这里 当你去读取奥金制文件 指定3073个字节读取的时候 是不是读取这样的东西啊 那我们说默认读取 是不是形状全都不固定的吧 是不是形状都没有吧 所以你接下来 哎 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不是label 是不是只有一个字节 这个地方什么 37072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你特征值 这也就是说 这是一张图片的目标值 这是一张图片的特征值吧 是不是就拿出来了吧 那所以接下来 你是不是就可以个人处理了 所以在这里啊 要根据实际情况 对吧 别人存储什么格式 你得单独拿出label和image的时候 是不是要拿出来吧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比方说我们的label 它呢 现在类型都是什么 又印了8 印了8吧 又印了8吧 那如果你真正在计算的时候 你的label应该是什么格式啊 是不是一个 印的类型的吧 它是某一个值吧 对吧 你的标签是012356789 这里面的哪一个类别吧 然后你的image 有可能是flow的类型 对吧 就看你是不是提供直接计算 直接计算是不是类型要转换好 那比方说我们在这里把label转换一下 tf.cast 是不是可以转换 把它转换成什么类型 是不是 int吧 tf.int3 是不是转换成这个类型就行了吧 对吧 好 那image呢 就看你情况 如果你想要去拿去计算的话 是不是把这个值拿出来 进行转换一个flow的类型就行了 flow的3 你这里不需要 你也可以不用转 好 那么接下来 我这里啊 提供给别人的数据 对吧 第五 一般我们这个图片的数据啊 是不是这样去存储的 这个地方 是不是以这种形状存储 一个307 我们图片一般都是以一种4接 或者3接的形状存储 那所以就是说计算啊 计算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转换成一个 长多少 宽多少 通道数多少 这是不是看得更清楚一点 一定要记着啊 在这里啊 你可以对吧 可以对图片的数据 或者说图片的特征数据啊 特征数据进行形状的改变 那这地方你改成什么 是不是从3072 这样的一个 一围的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三围的 三围它是应该32 32 3嘛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能理解吧 哎 这就是你的现在存储的一个数据 当然它是一个一围的吧 这里是一个三围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用哪一个去进行改变 是用塞的系绑还是reshape 三的系绑不行吗 近代形状你能够跨接触去转吗 不行 所以只能用tf.reshape去进行转化 reshape我要给image去进行转化吧 image然后转换成什么形状 是不是就可以写了 self.h self.waves 对吧 wise 然后self.channel 这样的话是不是把image的形状改了 改成了什么形状 然后就变成了这样一个image.reshape 好 那接着我们还先等下批处理 对吧 先看一下 label和image.reshape 是不是都有了一张图片的标签值是不是也有了 哎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满足我们要求你现在是不是就你如果要提供给别人数据训训练是不是把这个类型一转提供给别人就行了吧 哎你接着就可以在某个地方训练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批处理了我现在每批次训练的时候呢假如说啊我现在需要拿多少数据20个或者100个对吧哎处理 批处理数据 注意啊这个批处理数据肯定是在训练的时候你要指定多个样本去训练了对吧好那你可以多取多张图片了tf.train.batch 那么第一个参数是不是你把这个label和image都要传进来 image.reshape 所以注意了啊我是不是要把label和image.reshape都传进来 这里是不是一个列表啊 一个列表 label 我们把image.reshape放在前面吧 image.reshape 然后label放进来 所以我要批处理它吧 他们两个数据 然后呢 读取出来 诶我们比如说你每p次要多少个呢 比如说10个数据 然后呢你的线承受一个 然后你的capacity 什么你的对列大小对来大小我就只为10个 那所以返回 注意了image.batch和label.batch batch一般都是p次的意思对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读取的数据多个了 是不是10张图片的数据了啊 注意了你都是按一张图片的字节就是 读取的一个样本啊 这里的字节是一个样本的意思 所以返回我们先把这里打印一下 image.batch先打印了对吧 label.batch也给打印了 那接下来返回什么呢 image.batch label.batch 是不是可以了吧 好那我们读取实力化这个时候 读取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返回值了吧 诶这里有返回值了那返回什么 image.batch 和label.batch 好那么这就是是不是你图片的特征值 你图片的目标值一共有几张图片 是不是10张图片啊 读取了是不是就这样提供好了吧 是不是就提供好了啊 诶那我在这里呢就可以去运行这个东西了 image.batch和label.batch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我们刚从二进制读取的时候 是不是读取了3073个字节吧 这也没固定 然后我们切分成一个标签和3072个什么特征值吧 这是按照数据的大小去贴的 然后我们把数据变成什么 是不是10个样本的目标值吧 然后10个样本的10个样本的特征值和10个图片的什么目标值啊 是不是啊 那这就是包含了10个图片你拿去训练习就可以了 一张图片的数据已经有了 对吧 那接下来打印的这些你不用看形状对吧 这个形状打印的是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他打印出的肯定是4接对吧 是不是4接啊 然后这是他的特征值 这是10张图片的所有特征值 然后呢 10张图片的什么 这是什么 目标值吧 也就是说第一张图片属于8类对吧 第二张图片属于5这个类别 第三个图片属于0 那么0135078是不是对应的有具体的含义的吧 哎 这就是我们读取二进制文件 哎 把它读取出来了 并通过解码呀形状等等 把它的标签和目标值拿出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注意了 我读取的label image是一起的对吧 是一起的吧 那你可以根据需求 一般的我们会把什么 特征值目标值分开吧 哎 一般的我们肯定是把特征值目标值分开 特征值有自己特征值的用处 目标值有自己目标值的用处吧 哎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取二进制文件